The majority of 如果后面的知识档数用档数 可是如果后面的知识复述 如果说The majority of dogs 其实最好不要用这个传统的说法 大部分叫most MOST就好了 这样子不会有误会 OK 但这个也是档数复述的问题 而像这句话它说 Time as well as temperature are important 应该是is 我跟你讲A and B是用复数 除非A跟B是讲同一个人 如果说吴教授 我的老板跟我的指导老师是吴教授 是应该是档数 英文是讲同一个人 所以通常A跟B是用复数 如果英文我跟你说A as well as A in addition to A along with A with A accompany with 用档数复数要看前面 A不要看后面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A or B Either A or B Neither A nor B 用档数复数是相反 要看后面B 不要看A 其实你都学过 可是常常 该文章还是有遇到这个 档数复数的问题 OK 第五页第二题 第二个原因 意思常常被误会 就是那个不清楚地带名次 不清楚地带名次 我带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看 OK 我带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看 Mary Graduate 这个也是台湾教育不用的习惯 他会讲一个事实 and then Dotian以后是他的结果 所以他会在中间讲一个 乖乖乖乖的 Which is That is 跟那个阿多亚就说 Which what 就是意思会被误会 像你看这句话 他说 OK Mary是交代比阿郎妈妈很高兴 这是中文的意思 Right 这是中文的意思 可是实际上 Which 前面应该是代表前面的交代 是实际上 叫大财狼妈妈高兴 不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我知道是小事情 可是每天我看很多文章 他也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极架构的问题 有没有 像这个是清达志工的教授 一样 有没有 他说什么 Different criteria Ofte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implies OK 所以我就是教你三个很简单的说法 以后一时不会被误会 第一个最简单就说 The fact that 有没有 就是我要想方法 把那个总结比较被误会的代名字改掉 Right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就可以说 Merry 所有个 As Graduation 用所有个 可是问题是 IEEE投稿 不能用所有个 Right 所以可以这样改成 Merry Graduating From Jada 也是一个所有个 Right And then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我可以就是 台湾人在用这个 就是用那个 份号 份号 Right 这样子 I'm sorry 这样子 让妈妈很高兴 This made mom happy 可是这个有个缺点 论文你不能 This, that, these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名词 不然一些会被误会 OK 像我看有些教授 他用比较传统的写法 所以这个句子就说 可是 我说这样子 让妈妈很高兴 我不要跟句子前面重复 Right 那我就说 这个消息 This news made mom happy 有没有 就是我要找一个 一个字 可以这样子 So I know 我现在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比如说 有一些教授 比如说他说什么 The dog is shown in figure figure one and then it is found that and then this means that OK 这是比较传统 中国人的写法 第一个句 就是介绍 图表 第二个句 就是介绍 图表的重点 and then 第三个是 他说 这个重点 是什么意思 OK 那如果是改 我喜欢用 就说 figure one shows the dog Hey 小事情不要忘记 如果图 figure and equation 不是句子的第一个字 要用锁写 fig点 or equ点 OK 如果它是句子的第一个字 那就可以拼出来 figure one shows 那个是排放的问题 那个不是修改的问题 OK 那第二个是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他要 again 这是中文的说法 他用著名 介绍 他的重点 可是我不是跟你说 不要用 it is there is kiko 很多教授 他说什么 it is found it is shown it is seen that it is noted that and 多说 两个写法 就改成 你可以说 according to this figure or this figure shows shows sows show sows Ganz indicates or reveals that 有没有 所以可以用这个 两种的说法 可以介绍你的 主要实验式的 重点 OK 你记住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 我说 只是 外國人說為什麼台灣一直把他的重點放在後面 因為台灣一直在用那個著名 其實著名是好事情 如果你要跟前面的句子做一個連結 連結你聽懂嗎 那個叫transition 你看那個 所以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沒有說整篇文章 每個句子的第一個字是一個名詞 是一個主詞 這個也是有點怪怪 所以你看那個 僵義第八頁 Hello 僵義第八頁 的第六題 那個叫transition 因為有一些文章通過 要被推回來 他就說整篇沒有讀得很順利 因為有一些地方 你要把兩個句子 或把兩個轉弱做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 所以就是我的語法的問題 transition 因為我們台灣教育部它是 我們要把兩個句子連在一起 通常我們中文是用一個字 那個叫conjunctive adverb 然後所以結果 那個叫conjunctive adverb 可是通常英文你看這些字 它說什麼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for such a reason for such a reason in such a case 這個也是算一個註明 right 可是它的目的 不是它隨便把中文翻成英文 它是因為它跟前面的句子做一個連結 所以這樣子它的句子整篇都讀得比較順利一點 As mentioned earli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bove results Suggests that If this is above condition so you guys According to this figure or this finger indicates 所以這個也是把兩個句子做一個連結 因為它原來說什麼 It is found that 好像跟前面的句子 無關 right 那這樣子的改法 兩個句子都連起來 那這個第三個句子 是比較傳統台灣的一些法 它說 這個重點是什麼意思 它說什麼 This means that 我中國用我最討厭的英文字 means 以後一輩子不要用這個字 就該是 implies or suggest OK 那說 這個事情 事情英文怎麼講 我剛才跟你說 This, that, these, those 後面一定要用一個字 英文怎麼說 This finding This observation 有沒有 我剛才說什麼 這個消息人媽媽很高興 Remember This news 那如果你想不到一個字 就該是 This finding This observation 這個現象 This phenomenon This occurrence 有沒有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把兩個句子做一個連結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